聊数码新闻动态谈行业内幕把管 后来我今天话聊到这一期的见证说 我们来看上中哪些好玩的事吧 其实又是BY跟老低一号 投诉老低一号评测违法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之前说过了 没想到他还整出来了很多的后续 你可以看老低一号他发的那些动态什么的 其实当时那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我就劝过BY的堂总 可能他当时感觉老低一号是收了别的散热厂家钱 去故意黑BY 同时呢我感觉BY那边对于测CPU温度那些主板方面的设置 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啊 所以我当时劝了几次并不能劝得动 后来我也是想着去从中调停嘛 我也去问了问老低一号的意见 其实他也是可以接受找一个第三方的博主再过来测一测 所以我当时我就跟唐总说对吧 你不行你去问问51972他们有什么意见什么的 后来我去看到51972也很辛苦啊 他来回跑了BY的工厂和老低一号所在地测 好像都干通宵的非常的辛苦 我当时以为对吧都这样搞了 那这个事情应该解决了吧 BY那边应该也都消停了吧 结果后来啊我看到老低一号的那边的视频下留言啊 才知道那个视频居然被投诉下架了一阵子 不过我今天看已经恢复了 但是视频上面就打了一行黄色的字啊 投诉的话已经对该视频发起了清全投诉 视频那种涉嫌争议 所以请注意争辩啊 喜提黄标 所以这个事情当我发现到视频发现到这个时候的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已经非常生气了 因为他这个已经不单单是BY跟老低一号的矛盾 这个讲大了就是 那以后在中国大陆数码博主还可不可以去做评测了 难道说数码博主只能去念广告了吗 第一点一般来说就是产品的品牌方 他要想去投诉视频的博主 所以说说起诉这个博主 那作为视频平台方 不仅是B站啊 他们为了免责 下架视频啊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基本操作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你也没有必要去过分去批评平台 因为毕竟首先你一个博主 除非那种特别大的或者说是跟平台深度绑定的博主 否则的话你这种几十万本次博主在平台里面啥也不是 甚至可能你带给平台利益 还没有一个跟平台合作去电脑层装机带货的一个带货主播 因为你平台还可以从这些带货主播手里去赚到佣金 而你只是在上面发视频 其实平台并不能获得太多利益 所以说那平台的那些工作人员他何必为了去冒这么大风险 给自己去惹这么多事情呢 那后台点一下下架视频 那多有难呢 我就没有法律风险了 所以说你这样想你就可以明白对吧 为什么营销号在中国大陆他有存在必要了 因为有的厂家真要去搞一些这种贬低友商的话 你找些营销号能带节奏成本还低 你投诉一个还有一个对吧 他你投资起来比他发都麻烦 而你像正经的这张这种评测博主啊 你去做一个评测视频啊成本高费时费力 看他不爽了觉得抹黑你产品了 对你产品有些负面评价了 甚至说不是特别积极的评价了 发一个投诉函就可以解决了 即使说这个投诉函里面完全胡说八道 大部分平台都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人家平台嘛打工的嘛 那些省个人也不想去担风险 就算你这个投诉函胡说八道 有极低的概率啊 平台仔细看来看觉得确实有点说的牛头 不对马腿这个投诉缺太扯淡了啊 他没有把你的视频下架 那你投诉方也没有损失什么风险啊 你毕竟你写一个投诉函 他非常快的事情 但是大概率情况下 最后还是平台会下架视频啊 所以这个投诉的这个成本很低 但是他的收益很大 所以很多时候啊 你就要感慨啊 真的是感谢很多厂家啊 没有去投诉你啊 拉黑你什么的都不所谓 他没有去投诉你的视频啊 真的要感谢他们 因为哪怕他们去恶意投诉 无中生有胡说八道啊 都能让你的视频有很大的概率下掉啊 给你惹一杯事情 其实我说实话 老第一号那个视频里面啊 他犯了两个有点低级的错误 一个是他的扣具用错了 二的话视频里面出现了这个冷头的保留板 他装法的啊 虽然来说他们后来经过了测试 那这两个小失误其实对于最终结果几乎没有影响 但是你要真走法律途径的话 那BY就咬着你 一测试装的都不对啊 所以你这个是故意抹黑我们 他真要去这样告的话 哎 我个人就觉得他抓了这两点 那老第一号很有可能会需要败速的 第二点啊 就是不仅是老第一号 可以说是国内大部分的就是以评测为主的博主 其实的盈利环境都不是非常好 因为常见的盈利模式就三种嘛 平台的流量费 你去搞带货或者直接开店 那第三就是商单收入 大部分评测博主就三个收入 你平台流量费的话 在中国大陆你就当他没有 反正我国内这些平台一个月所有的 各种流量费用杂起来都不够我半天的开销的成本 你想想要光靠那个流量费 我们早就饿死了 但是国外油管的他的流量费就非常高了 Lens都透露过他们最大的收入来源啊 就是这个油管流量费 所以说很多油管的博主嘛 他们就要想办法博流量 然后呢要想办法视频做的 比较长啊 所以说你批评厂的IPP批评个好长时间啊 流量高啊收入高 所以即使有一些油管上的博主 他会去得罪了厂家 但是他的流量费可以赚回来 所以国外他们很多人去骂厂家 他是有这个赚钱动力的 他不像国内没什么用 所以说因为这主要原因还什么 就是油管它是有贴片广告的 如果说你不去开会员的话 你没打开油管视频就想看五秒钟的广告 视频看了一阵子 他还会再次谈一个舞蹈视频广告 说实话这个其实还是会影响到一定的观看体验的 所以说对吧 你不想广告打断你 哪怕即使是五秒你可以开会员啊 但是油管会员相比国内这些平台啊 还真的挺贵的 你看如果我选中国香港的话 他一个月要68港币 这个费用可能 北美那些老外还能接受啊 那国内的大部分消费者太贵了吧 不可能的 那第二种应力方式开店 其实说白了 至少在中国大陆啊 大部分那些装机店什么的 都是外包的 纯贴个他的名字 然后呢就分钱 真的巴丁自己博主自己开的 真的是鳳毛麟角 其实我是讲实话我觉得这个模式挺堅疊的 因为你视频里其实你说的跟你店里的卖这些东西都没有啥太多关系 你看你视频里面啊 看看鳳台好像挺懂电脑的 觉得挺好普的 那说不定你去他店里找的那个客服啊 可能还没有你懂电脑呢 这个当然我这个能理解嘛 对吧 你可能说是找一种特别懂电脑的人是当客服 那那成本哪开得住啊 那外包不就是要降低成本嘛 啊 所以说正好八景是博主自己运营开电脑 真的没有几个 感觉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那些外包的装机商啊 你还不如直接去找那些 他本身就是个装机商 他自己做个媒体做做直播带带货 可能他们还更靠谱一点 因为他们毕竟他们那个店是他们自己的 但是我说实话 装机商他们很多做的那些所谓的评测视频啊 大部分的水平是真的菜 真的是无眼球 有些不懂在那边瞎说 装机商做的视频说是能比较专业的 真的是 哎 也是凤毛麟角啊 还真的时候有时候看那些装机商做的视频 还不如你去找着那种黑丝大长腿 报个显卡扭啊扭 可能我觉得可能感觉还更好一些 啊 在国内啊大部分就是坑本拐骗逼着你冲动消费嘛 啊 所以你看到粉丝的他的可能这话说的不好听啊 可能粉丝的质量越低一些就越好忽悠啊 主播一喊家人们商链接了啊 这个货就带起来了 其实这个直播带货你想做起来啊 他和很多数码博主平时做那种地方他就会有冲突 那你平时视频做的越严谨越专业 你的观众就相当来说越理性越不好 你喊句话就忽悠 那你视频做的越low越垃圾越俗的话 哎 那你的观众就可能感性的更多一点 就比较容易去冲动消费啊 他一看到一个女主播在那卖东西就就卖不开 有时候一看商家喊一句 我是良心装机零利润 他还真信了 他觉得我必须要下单价支持下这个不赚钱的商家 甚至上我接触到一些抖音上那些卖电脑的人就直接说了 他们都是搞什么矩阵带货 一堆号都是影响同一个公司 然后呢他们就是故意去做你那些看起来特别反制的视频 因为他这个本身也是一个互相筛选的过程 他们把这些聪明理性的这些观众把它筛掉 他把这些好忽悠的这些观众把它留下来 那他们也会吸粉嘛 也挺奇怪的 这个东西我不很认同 那你不得不说这个对于卖货来说 确实这样容易 挣到钱 反正我看老低要他自己的视频里面老去抱怨 还有他的套物店生意差什么的 当然也不知道是真差还是有些渲染去夸大了 但是能看出来确实不怎么赚钱 而且我说实话 我觉得看他视频的人大部分是自己比较懂电脑的 不太会去买整机的 我自己店里接触到的大部分来买电脑的 其实都是那些比较懂的观众 他会推荐身边不懂电脑的朋友 估计是觉得怕被朋友中生货码 他们会去推荐来我这买 或者说是他们公司或者学校科研院所采购 这些类的比较多 那你要做到这样的客户多的话 你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粉丝经营 要对你比较充分的信任 你才可以这样做 目前大部分的戴户都是看你的视频 就想立马下单 就追求 没有这个一个粉丝的一个年性的培养 就是希望对吧 立马就是快 所以说其实这种模式 其实和很多评测博主的受众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充电的 那其实大部分中国大陆的评测博主 他的收入 那就是他的第三点 来源于上单了 因为真的前面两个搞起来 真的是比较费劲的 很多小博主 他甚至连找外包的机会都找不着 真的很难搞 而做商单的话 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 但是其实做商单的话 你如果想好好做的话 其实限制也很多的 因为毕竟你家平台帮投了钱嘛 不能随便说嘛 那肯定多少要限制你一些啊 多吹吹他们好的 少讲他们不好的 我其实我自己比较坚持的原则啊 就是真话我可以不全说 但是我一定不能说假话 所以说有的时候 厂单非要我 你去念念广告什么的 我可以理解 但是有些博主就是你不能 你直接去念一些假的话了 我这个就不点名了 我是觉得这样的行为是非常恶劣的 甚至很多几百万粉丝都这样搞 我觉得他们是完全有能力 核实过以后 再去对他们说的话负责的啊 这样直接的念假话有点太过分了 甚至有的产品都自己都摸都没有摸过 就在那边假话开念了 确实有些过分了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目前国内这个环境啊 大部分人做视频目的很简单 就是赚钱啊 人家都要吃饭的 我觉得这个很现实 可以理解 能三连链记就搞定了 我干嘛要费了精彩在那边测试半天去搞 哎这样不增加自己成本吗 自己赚的钱不就爽了吗 而且你假装你自己的测试做的越多 不仅费时间 而且就是万一测出来的结果不好看 厂家不满意 那你不是来回扯皮不是费的时间就更多了吗 其实做商量的时候平衡好观众 厂家以及你自己的测试原则挺难的 你既要对这个产品非常的熟悉 你要懂这些人情世故和观众的喜好这些东西 我自己做商单啊 其实我还是坚持不管什么产品都要认真测 特别很多家电领域的东西啊 有这个前提准备非常多 因为确实产品比较枯燥啊 所以经常会找妹子们来去主持什么的 因为也是确实希望这个视频的观感能好一点 要不然那些东西你点赞都不想看 可能封面看到妹子可能还能把你骗进来 但是有的观众说啊 那一看到封面是妹子啊就知道这是一个商单啊 因为这商单我就不点击来我就不点击来看了 哎呦我觉得听到这种我也是 其实是有一些不开心的对吧 我又不想有一些博主他们做个商单都扭扭捏捏的 就你视频看完了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商单 他是真的喜欢 还是只是因为厂家冲钱了他在那边狂吹 你都不好判断 我觉得这种才是最误导人的最坏了 好商单的话是我们博主商单一部分的收入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希望如果说你希望我们频道能健康发展的话 我觉得看到商单方便的话就去点进来 帮我们的播放量数据弄得好一点 这样品门看了觉得反馈还不错 他愿意继续投放 我们才有钱去做那些别的那些自费的评测 说回来你会发现其实数码博主 并不是说你做的多专业 观众一定会去喜欢 粉丝就一定会多 甚至说你不一定又专业粉丝又多 传单就一定会找你投商单 甚至你会发现有一些视频做的 经常有很低级的错误 粉丝数量他也是抽奖抽起来的 或者说水分很大的 那他们的商单价格居然能报的齐高 那而且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这个商单的这个报的这个价格 是仅仅覆盖你这个商单的制作成本 加你赚一点小钱 还是说这一个商单要覆盖掉一个 甚至几个你自费评测视频的成本 如果说一个博主他不是开店的话 那他就只能完全依靠商单的收入 去覆盖掉这些别的视频的成本 如果说你是愿意做的还好的话 或者说一些大的博主 他的有团队可能还能覆盖下来 那对于小博主的话 你想去全职做 或者是做一个小团队的话 那你如果说商单里报的低了 你就得比如去应付商单 他没有时间多自己内容 如果那报价太高的话 那你商单就不容易接到 就没有办法去覆盖你自费做的内容的成本 其实的话对于博主来说 这个盈利真的非常的困难 甚至说很多就因此 别说盈利的就直接就亏的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你能看到手机圈里面啊 小团队可能相对多一些 甚至那个人就是一个人的个体户博主 很多人他们也不去做特别深入的分析什么的 就是拿厂家的广告费 第一时间新品刚上市 做一个快速的开箱 把说明书去念一念 发表一些自己的简单点看法 这样流量高 做起来快还能赚钱 就是说实话内容有些实在是水 但是人家就要证明了 那手机圈这样子搞 大部分人才能赚到钱 然后第三点 那如果说国内的这些厂家啊 不仅是数码领域 甚至说什么汽车什么别的各种领域 如果他们都去学BY的话 他们大规模使用这种投诉 甚至起诉的方法啊 去搞掉这些对自己产品不是很真面的视频 那我觉得那国内以后就很难再去看到 什么优质的评测视频内容了 因为本身你去做这些比较高质量的评测 就已经很难了 费时间不争钱 那现在还要担上这么多的风险 那谁还愿意搞这个东西呢 所以说这个事情 其实我反反复复劝了BY很多次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在挑战整个这个行业 那如果别的厂家看你BY这样搞 长老田楼一花都这样搞的话 那大家都没法做评测了 全去念广告了 他都是什么PC-11 500瓦代3070 青蛙削减美中博主教你去选笔记本 而且真的我觉得特别奇怪 为什么我们就是男性的博主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很多观众特别挑剔 做个自卑评测不满意了 都是要收你收钱什么 喷你一堆 很多这些女博主单的念广告 甚至胡说八道 很多观众就反而 他们的要求没有那么低了 反正我就是来看老婆的 我觉得如果这样下去 那那以后就对这个发展趋势也是非常不好的 那最后你想去了解一个产品以后 很多时候你只能去翻国外的评测了 国内的评测就没法看了 大家也不敢做了 那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老第一号这个事情 为什么猜着说一遍 我作为评测博主也是个同行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再一次给他发个声 那我觉得对于观众也要让BY知道 他们这样说老第一号是什么评测违法 去投诉这种事情 他们这样做是一定会影响他们的销量的 最后呢我也是再次想跟BY的唐总说 就是为什么要去打官司 那打官司肯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你去打这个官司 我觉得不管打输打赢 你这个都是给自己在招黑 给所有人去看笑话 甚至说你对中国大陆的整个评测自媒体 判断的非常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不知道你怎么去看待BY要坚持 去起诉老第一号这个事情呢 欢迎留言带与我们交流 如果要不要点喜欢两个点赞 订阅我们是全youtuber 点击测评订阅 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金的话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潮玩个CF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来发电报潮玩过渡数码 或者淘宝搜索品潮玩课 潮玩课我见不见 拜拜 拜拜